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各位講 我到底是怎麼寫出我的分子式 或者說我的化學式 有所謂的中文跟英文 基本上如果你有被更價表 你有被到所謂正價數跟負價數 正一正二負一負二 要湊成化合物的時候 正負的價數會要相同 電量要一樣 比如說 我有一個NA正 一個正 那我就要配一個CL負 一個負 一個正配一個負 正一根負一相等 一個那就要配一個綠 一個那就要配一個綠 然後 如果我有一個MT二正 是二正我有兩個正 我有兩個正就要配兩個負 所以氫兩根是OH負 只有一個負 兩個氫兩根 我叫兩個氫兩根 我叫兩個氫兩根 我剛剛講過兩個氫兩根要這樣寫 OH刮補起來二 表示氫兩根要兩個 氫兩根要兩個 OK 那就是MG一根 MG二正要配兩個OH負 那 劉三根是SO4二負 負有兩個 所以這也要幾個 這也要兩個 所以要幾個H正 要兩個H正 一個H正只有一個正 所以我要兩個H正 所以要兩個H正 才能夠配一個劉三根SO4二負 所以叫做 我要快的時候 我要湊的時候 我的正負的架數要怎樣 我的正負架數要一樣大 要一樣的 OK 那寫的次序呢 那寫的次序呢 一般而言 金屬寫在前面 非金屬寫在後面 所以 秀化儀 儀要寫在前面 BR秀寫在後面 所以寫作AGBR 取作AGBR 所以 金屬寫前面 非金屬寫後面 一般而言 如果有氧的話 氧寫在後面 氧化銅 所以銅寫前面CU 氧寫後面O 所以就寫作CUO 所以氧化物通常要氧寫在後面 然後根呢 除了鞍根以外 因為鞍根 你看鞍根是金字編對不對 所以像金屬 所以鞍根要寫在前面 所以除了鞍根寫前面之外 其他都寫在後面 好 氫氧化鈉 鈉根 氧氧化鈉根 OH 所以OH寫後面 MAOH 比如說硫酸鎂 硫酸根 SO4 二負 硫酸根寫後面 所以寫在NGSO4 NGSO4 所以根會寫在後面 這樣你就知道 誰寫前面 誰寫後面 然後一般而言 酸是氫加上酸根 這個酸根就像非金屬 只有一個醋酸根有點例外 醋酸的例外 我看過有人寫H CH3 COO 但是很少人這樣寫 就寫 都寫CH3 COOH 就把氫寫在後面 但是通常是把氫寫在前面 所以 硝酸就是氫加硝酸根 所以硝酸根寫後面 氫寫前面 所以HMO3 鹽酸就是氯化氫 氫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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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氫� 所以先寫碳,再寫心,再寫癢 一般的秩序規則是這樣 這樣子你知道誰寫前面,誰寫後面 你又知道應該是一個A配幾個B之後 你就可以寫出我的化學式分子式了 你就知道誰要放前面,誰要放後面 這個要幾個,那個要幾個,你就曉得了 OK,那麼中文通常就是跟英文冤長 英文寫AGBR,乙靈根秀 中文叫做什麼?秀化乙 中文叫做秀化乙 英文寫CAOHO2,鈣根清氧根 中文叫做什麼?清氧化鈣 所以通常中文跟英文的視訊是相反的 就是你的中文名字 所以呢,我給你看英文化學式,你就會寫出中文的名字 OK,那麼如果你有背過根價表 那我給你中文名字,你就可以寫出英文的化學式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根價表背好了 你了解要正價數等於副價數了 你知道誰要寫前面,誰要寫後面了 那麼理論上就是,我給你中文 你就能夠寫出他的英文化學式分子式 就是希望你能夠理解我的化學式分子式到底是怎麼寫出來的 OK?